3月14日,今天想跟大家跟進這個預測王大賽 因為最近的時間表比較繁忙 所以未能夠做到錄影 只能夠很快把握時間去做這個錄音 就跟大家跟進一下預測王大賽的現在進度 我們的網站不斷收到參賽者的報名 都很開心,反應其實都很好 至少比我想像中好 所以其實都很開心 在這次我們的比賽 其實我看到坊間都有一些圓學愛好者 或者我都非正式途徑聽過有一些圓學家 其實都有一些討論 他們都有一個想法 或者有一個疑問就是 為什麼搞這個比賽呢? 為什麼搞這個比賽呢? 很多人都有問我 或者我自己認識一些的同事、朋友 合作中的圓學家 都有問為什麼要搞 是不是? 之前我都說過這個比賽 幾乎上是超出了我們 這五年所有搞的活動 所有搞的節目的人力、物力 所有的budget都是前所未有 這次是這麼高的 而我們這次是沒有找贊助商的 全部都是自己銀河包的 為什麼要搞呢? 正如我之前 我其實都有跟大家講過 就是一些時事的預測 局勢的預測 國際大事的推演 又或者某些國家的國運 將會變成怎樣 其實很多觀眾都很有興趣去看的 一來當知多些也好 茶餘飯後也好 又或者 真的認為那個資訊是有用 然後未與囚謀都好 我留意到就是香港 始終有一些現象 我很希望大家是 能夠值這個比賽 能夠得以改觀的 就是一些時事評論員的節目 大家都很喜歡看 例如蕭若元先生 陶傑 又或者是一些 什麼 就是 你說那些 我不懂得分 黃藍 總之那些 很多人 很多 很多 時事評論的節目 很多人都很喜歡看 他們都有一些的預測 有一些的分析 有一些的分析 那些的預測分析 只會有兩個結果 老實說 一是中 一是不中 那我經常都好奇就是 就是 焦點視頻 都有原學家 去做這件事 但是 為什麼 有部分的觀眾 他們是會很迷信地認為 時事評論員 他們所作出的預測分析 就一定是正確 為什麼原學家 一作出一些的預測和分析 他們就變成神棍 這一點我經常都覺得 很不舒服 但我未至於去到不開心 為什麼呢 因為預測那個不是我 對吧 什麼人說神棍那個又不是我 對於我來說 其實 沒有什麼問題 但是問題就是 我覺得這種風氣和文化 是不要得 老實說 作為叫預測 什麼為之預測和分析 是你要有一些數據支持 你要有一些理論去支持 或者 你要有一些經驗去支持 時事評論員 他們的預測是基於一些什麼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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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些學術的理解 學術的演算 你例如 好像沈旭輝 那樣 沈旭輝 他就是讀這些東西出身的 對不對 他當然有他自己的 一些 學術框架 再加上他自己本身 一些現世的 一些 對時局的見解 世界觀 而構成他的 預測和分析 是不是 沈旭輝那些就是 預測和分析 那 蕭若元先生 有沒有讀過呢 他讀歷史 是不是 那 他的預測和分析 大家就會覺得 沒有問題 是不是 陶傑有沒有讀過呢 陶傑好像是讀文學 是不是 那為什麼陶傑的 這些預測和分析 你們就覺得沒有問題 是不是 好了 接著你說 不是他們有經驗 他們有人身經驗 所以他們的經驗 就是 和他們是才子 飽覽 飽覽群書 所以他們 就對這些 預測和分析 有一定的見解 這樣 那即是某個程度上 他們的經驗 是從何而來 他們的經驗 都是從他們 看很多東西 而回來 那看那些是什麼 那些是新聞 或者是一些 做別人的見解 又或者是一些 書本上給他們的東西 這些全部都是作者 是不是 這些全部都是 人家寫完一些東西 貢獻出完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再去吸收 那這些就視為他們的經驗 那他們就可以憑著他們的經驗 然後再去分析和預測 那他們就沒有問題 原學家的預測和分析 就是神君 很不公平 就是我覺得 基於這兩樣東西 我已經覺得很不公平 好了 到最後 你說第三樣東西 我認為這個 就是 的確是會存 對一個預測和分析 存在著一些 有些分野在 那個就叫世界觀 世界觀的角度來講 就是如果那個人 他從來都捉不出戶的 這樣 老實講一句 他當然不知道世界各地發生什麼事 是不是 那麼他都不知道世界各地 原來的大哥已經演變到 是吧 火箭會升空 是吧 現在是說什麼 印度啊 那些都已經說 他接下來都會上太空 這樣 那原來你都不知道 那你還以為 印度是 不斷日日在這裏 強加民旅 沒有事 沒有事做的 全部人由手好走的 那你這樣的世界觀 你當然預測不到 是吧 那這個就是 正正 我覺得 喂 based on 頭那兩點 或者還有第三點 既然 原學家 他們有他們的學術 他們的理解 為什麼 他們的預測分析 就不是正確 他們就是神棍 為什麼時事評論員 他們就是正確 為什麼 所以 搞這個比賽 很希望做到的一件事就是 給到一些正確的思維 給我們 觀眾 原學家 不是神棍 他們 預測的一些事情 很老實說 除了他們是想爭取曝光律之外 喂 在現世代 沒有人不想爭取曝光律的 對不對 是吧 做保險 都要爭取曝光律 為什麼做原學家 不可以呢 為什麼 因為他拿這件事 當他來執業的時候 那這件事 又證明到 他的能力 和他的技術 是沒有問題 是很好的時候 為什麼他不可以 拿他這件事 來執業 對不對 所以 他去爭取 他的曝光律 有什麼問題 裝修佬都可以 為什麼原學家不可以 我想問 是不是 好了 再者 糾正大家這個觀念 原學家 原學家他們的預測和分析 都有他們的數據去支持 雖然可能那些數據 或者那些學理 可能會基於某一個門派 他們有所不同的做法 他們有不同的看法 又或者某一些工具 原來他們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 萬面不離其中的就是 他們始終有他們的學術理解 去支持的 而這件事 正正希望一些 留意到我們這個比賽的觀眾 他們可以正確地去理解 不是亂說的 如果你堅信 你相信 有理據支持 有學術支持 或者他表達能力要好的 那些就叫做預測和分析 沒有呢 那些叫什麼 那些叫鼓 是不是 喂 就是 一些世界大事 為什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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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頭角純屬 你是不是參與其中 你不是 是不是 樓下街尾陳思拉 你是不是有參與其中 不是 為什麼個個都可以說話 因為他們都是看的 看完他們有沒有一些自己的理解 他們有沒有自己的價值觀 擺進去 他們有沒有自己的世界觀 擺進去 是不是 或者他們有沒有一些自己的思維 擺進去 可能有 但是那些思維 有沒有一些數據去支持 有沒有一些學理去支持 沒有的時候 那些其實都是叫鼓 是不是 原學家 他們的預測 他們的分析 坦白說 一定 有他們的學理去支持 因為 其實很希望帶到一個資訊 給各位一些的觀眾 原學家 現世代的原學家 我覺得 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就是 其實他們很多時候 對原學的興趣 是相當之大 老實說 做保險的 不好意思 我經常都拿這個來做比喻 但我並非是 貶低某一些行業 做保險做地產的 你問他想要什麼 或者你問他為什麼想做這個行業 難道他真的跟你說 我想幫人嗎 是,他可能跟你說想幫人 但是你試試不給他 你試試他有沒有 承受 一個月 兩個月 三個月 他離開了 對吧 做原學家 我告訴你 做原學家的出發點 很多 一開始 他沒有想過 將這件事 拿來做正職的 他其實就是想幫人 幫自己看 幫人看 什麼叫人家 不是說街外的那個阿強 是他老公老婆 爸爸媽媽 兒子女兒 兒媽姑姐 男女朋友 是不是 喂 很多時候的出發點 就是這樣 是不是 就是他們那個 吸收資訊 他們希望透過他們的技術 能夠得到一些成功感 我自己經常都說 一個人 他想去演出 他想去將自己 或者他想將一些資訊 帶出來這個世界 很多時候不外乎兩樣東西 一是講金 一是講心 對原學有興趣的人 大部分 都是講心 所以其實 希望藉著這個比賽 可以帶到一些新的思維 給一些觀眾 可能他本身對原學家 很反感 或者可能他本身對原學 沒有什麼特別太大的意見 但是總而言之 他們會覺得聽完 總有一部分人 他們會覺得 誰不知道 我就知道 這些事情 對不對 那我想問 特別我給這類人看 是啊 誰不知道 我也知道 誰人也知道 這些 但是問題是 你有沒有一些原因 有沒有一些理據 去支持到 原學家有 你就聽多一件事 是不是 就是 希望帶到這個資訊 去給大家 希望這次這個比賽 是糾正到一些大家 很奇怪的觀念 多謝 分為兩種 第一種是預測大事 第二種是技術題 而技術題 參賽者是可以自由選擇 想作答的題目 確保真正公平發揮你的所長 第二 比賽期限歷時八個月 這八個月入面 參賽者 預測將會完全公開給評判團 和所有觀眾可以看到 絕對不會有任何剋傷作業 第三 我們的評判團 將會超過十位 而十位都是資深的原學家 同時也會邀請 非原學家的評論員 或分析師成為客席評判團 全面提升 理論和數據互動分析的 趣味性和可靠性 第一架預測王大賽 極可能是你踏出成為原學家的第一步 無論賽果是怎樣 我都先恭喜你 因為你贏了 你贏了全香港觀眾的注意 贏了他們的信心 亦給了一個機會 他們去光顧你 記住 3月8號公開接受報名 影片留言區 有比賽詳情 和報名連結 預測王 我們到時見